主法 日期3月7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礼拜千佛 红明宝颤记护生 地点桃园中心 地址桃园市桃园区守法路 19-5号一楼 连轮电话桃园道场 03-331-0553 桃园中心 03-347-7666 中立中心 03-422-8806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桃园火车站 近远东百货备有借泊车 把外备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祭佛前大购 供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3月8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礼拜钥匙保产 护生祭甘露失时 地点台北生命道场 地址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二楼 连轮电话02-2550-9900 02-2550-9900 保卫备有效在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悲壮的仙鹤一家 在自然保护区 生活着一大群美丽的丹顶鹤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老乔 给他们每一只都取了一个名字 这些丹顶鹤可真是漂亮 有如仙鹤下凡一般 是啊 他们可是大自然最美丽的精灵 你看 那只在翩翩起舞的叫小白 他是这群仙鹤里跳舞跳得最好的 他旁边的那只叫大强 他的歌声是最响的 老乔 这里每一只鹤 你是不是都认识啊 当然了 我和他们相处那么久了 自然能叫出每一只鹤的名字 你看 飞过来的那只鹤 它的名字叫美珍 是这里最美丽的一只鹤仙子 是吗 那我可得好好欣赏一下 这里最美丽的鹤仙子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它的头上怎么会有这道伤疤啊 是啊 这道疤痕毁掉了美珍的容貌 这都是那些可恶的狐狸干的好事 哦 狐狸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前一阵子的事情啊 美珍和她的丈夫 在芦苇丛中建筑了一个爱巢 并产下了两枚蛋 孩子们 你们快点破壳出来吧 妈妈真想看看你们可爱的样子 他们要破壳而出还早着呢 你真是太心急了 好了 我得赶快去找食物了 你就留在这里陪着孩子吧 老公 你一个人出去太辛苦了 我也跟你一起出去找食物 好吗 不辛苦的 倒是你自己留在这里 让我很担心 上次被我俩打走的那两只偷我们宝宝的狐狸 它们还会来的 你可要小心呢 你放心好了 我会保护好我们宝宝的 狐狸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美味的鹤蛋 它们趁着只剩下美珍的时候 开始发起了袭击 而且使用了调虎离山剂 哈哈 可口的食物就在我的面前了 哎呀 你这只可恶的狐狸 竟然又跑来 想伤害我的宝宝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 你是忘记了 啊 危险 快跑 还想跑 没那么容易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不要跑 我今天要给你好好教训一番的 这个大奔赫 中了我们的计谋了 哈哈 不好 中计了 狡猾的狐狸 让我的孩子还给我 哎呀 这只鹤竟然赶回来了 真是糟糕 可恶的狐狸 不要跑 把宝宝还给我 这时候 另一只狐狸 冷不防地从美真身后 呼了过去 一下子将它 从空中撞落了下来 然后一起 在芦苇丛中 撕打了起来 那天 如果不是我正好 我正好从那路过 救了它 美真恐怕 就一命呜呼了 不过即便如此 她的眼睛那里 还是被狐狸爪子 划了一道伤口 这么说 那枚蛋 它也没有夺回来 是的 在那以后 好长一段时间 美真都没有从悲痛的阴影中 走出来 她每天都发出 阵阵悲伤的叫声 似乎在呼唤 那失去的一枚蛋 又似乎 在深深地责备自己 当初 没有顾好自己的孩子 那些狐狸 实在太可恶了 为什么 不把狐狸 一网打尽呢 狐狸生活也不容易啊 它们也需要生存的 假如 没有足够的食物 狐狸家族 就会在这片沼泽里 销声匿迹 要知道 如果这里没有狐狸 那些破坏性很强的老鼠 就会把这片沼泽 给毁掉的 没有沼泽 丹顶河的栖息地 也就没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大自然的生物链 我们人类 真的不能擅自改变的 嗯 没错的 转眼间 美珍的孩子 破壳而出了 老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小杰 哎呀 是小鹤的叫声 小声点 那是小杰 小杰 是啊 他是美珍的孩子 以后一定会长大成为一只杰出的鹤 所以我就给他取名叫做小杰 老乔 小杰长得是不是像他妈妈一样漂亮啊 哈哈哈哈 我连一次都没看到过呢 这几天美珍和他丈夫一直守在这里 谁也没有办法靠近 哎呀 怎么回事 美珍 这是怎么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美珍 误认我们对小杰构成了威胁 所以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以消除他的疑虑 美珍也太警惕了 我们又不会伤害他 只是想看看小杰的样子而已 小郑 你就耐心等一阵子吧 到时候 美珍会带着小杰飞出来的 嗯 好的 经过了一阵子 小杰果然跟随着他的父母 来到了沼泽地练习飞行 小郑 你看 那就是小杰 他身上那层黄色的绒毛已经退去 已然换上了可以飞翔的白羽毛 哎呀 他真的很漂亮啊 孩子 没事的 张开翅膀 你一定能飞起来的 妈妈 我真的能飞起来吗 当然了 孩子 你一定行的 妈妈相信你 是啊 爸爸妈妈都在这里 你就放心的飞吧 没事的 对 就这样 孩子 加油 哎呦 我害怕 孩子 不要害怕 看前方 不要想太多 鼓起勇气飞翔 哎呦 好痛啊 孩子 你没事吧 妈妈 我摔得好痛啊 好了 没事的 刚开始学习飞翔 难免会摔 慢慢之后就会更加熟练 之后就会更加顺利的 爸爸妈妈 今天我是不是可以不练习了 再练习一会儿吧 秋天快到了 等天气凉了 我们可会和其他鹤一起飞到遥远的南方去过冬 没错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得尽快学会飞翔 嗯 小杰 赶快学会飞吧 秋天快到 你还要跟着父母一起飞到南方呢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他能飞那么远去南方吗 嗯 放心吧 到时候 他一定会飞得非常棒的 小杰每天都跟着父母一起练习飞翔 他飞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然而有一天 一声凄厉的鹤鸣 从老乔居所的不远处传了过来 小郑 你听到刚才的声音了吗 嗯 有的是小杰 小杰撞到树干了 哦 我们快过去看看他 真是太糟糕了 他的翅膀折断了 老乔 小杰他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看这种受伤的程度 是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小杰恐怕再也飞不起来了 啊 那怎么能行 秋天快到了 如果不能飞起来 他要如何跟着父母一起去迁徙呢 小郑 我们快离开这里 啊 为什么 你没听到美珍和他的丈夫来了吗 他们会以为是我们伤害了小杰 他们这是要准备攻击我们 快走 好痛啊 这些家伙怎么着起人来 可真厉害啊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 小杰这时候受伤 他们心急也是正常的 哎 小杰伤得那么重 要想飞起来 只能出现奇迹了 如果冬天到了 小杰没有飞走 那会怎么样呢 那他们会被冻死在这里的 啊 然而 奇迹并没有发生 小杰再也无法飞起来了 在无数次的失败之后 美珍和他的丈夫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美珍 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去南方吗 你们先走吧 我们再等几天 美珍 你们的孩子已经不可能飞到南方了 你们不能为了他而留在这里啊 作为母亲 我不能丢下我的孩子 美珍 你不要这样意气用事 我们留下来也救不了孩子啊 老公 你跟着他们走吧 我想和孩子多待几天 你放心 我一定会去南方找你的 那我陪你一起多待几天 伙伴们还等着你带领他们一起飞到南方呢 你带着他们走吧 我会去找你的 都走了 我群都走了 可是美珍和小杰还没走 这下要怎么办呢 美珍是不会走的 她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的 啊 几天后 美珍的丈夫又飞回来了 她决定要和妻子孩子一起留在这里 天气越来越冷了 沼泽里只剩下了他们三只鹤了 怎么办 这里的食物越来越少了 而且天气也越来越冷 他们会冻死的 不如我们将他们收养到我们的屋子里吧 美珍对我们一直都有戒心 我们是没办法靠近他们的 我们能做的 只有将一些食物撒在这周围 让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吃 或许能挨过这个眼洞 嗯 然而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夜里 大雪纷飞地下了起来 这场大雪一直下了整整三天 整个沼泽和田野都被厚厚的雪覆盖起来 而美珍他们一家三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被冻成了一座冰雕呢 小镇和老乔看着被冻住的美珍一架 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真是死也不离不弃的一家人 让人真的有感动 有伤心至极的 婉悵 面 二 三 四 二 三 二